众所周知哈士奇都喜欢拆家 可你见过一拆家 差点把蝉使官逼疯的狗吗 视频中这只狗叫哈士猪 它不仅被附近所有的宠物店列入黑名单 也被知道它狗名的房东拒之门外 蝉使官养了它三年半 这也让蝉使官成功从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姑娘 变成了一个每天都要恶龙咆哮的大嫂子 因为这只狗拆家实在是太狠了 从很小的时候 哈士猪就把喜欢拆家的天性都暴露了出来 但那时蝉使官觉得它还是小狗 淘气应该都是正常的事情 哪成想从哈士猪长大的那一天 蝉使官的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要说有坏的沙发撕碎的卫生纸 这些都是哈士奇的基本操作了 但对于哈士猪的拆家能力可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它不止一只狗在战斗 它还有两个孩子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为了让两个儿子继承他的本领 哈士猪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的拆家绝血 全部以现场表演的方式 通通传授给了他的两个狗啊 这大两小三只拆家神器 简直是要了蝉使官半条命 哈士猪经常是对比较坚硬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比如地板 电视机 卫生间的下水管 蝉使官的家里面总是像糟了的一样 从来就没有整洁的时候 他做梦也想不到 生命中会出现这么三个家伙 为了消耗哈士猪拆家的精力 蝉使官想尽了无数办法 先是把他绑在跑步机上消耗体能 没想到受到强化训练以后 哈士猪的体力不解反的 蝉使官出去溜他的时候 差不点就让他给蝉使官溜了 由于哈士猪太不老实 附近根本就没有宠物店敢为他服务 无奈搞得自己一身污泥的蝉使官 还得给他洗澡 眼瞅着这招不管用 蝉使官又心生一技 那就是自己坐在狗车上 让哈士猪当起了车夫 前面再挂个鸡腿 从而让他为了鸡腿分离前行 以此来消耗哈士猪的体力 看着面前晃动的美味 哈士猪兴奋的干脆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拖着车子就是一顿狂奔 差一点把蝉使官从车上给甩了出去 最后还是在路人的帮助下 蝉使官才幸免于难 既然陆地不行 那就换在水下 这次蝉使官弄来了两只小船 让哈士猪在水里拽船前进 遇到水的阻力 终于把哈士猪累得够下 消耗了太多体力的哈士猪 回到家里后 恶狠狠地干了一大盆狗粮 完了 又有力气拆家了 因为哈士猪的作风问题 蝉使官遭到了防洞一次又一次的驱赶 尽管如此 蝉使官始终也没有抛弃这个 喜欢拆家又总是给自己添乱的家伙 因为蝉使官觉得 那是老天子给他的礼物 即使他们总是走在搬家的路上 那也撑得上失痛并快乐着 那么对于这样一只 能逼封主人的狗狗你喜欢吗 我是阿秋 一个只专于小动物故事的蝉使官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